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本周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我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在高中期间移民美国之后就读UC Davis 从事教育咨询工作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在过去的9年当中也陪伴和见证了我们很多亚裔学子的艰辛求学路 最近关于UC的新闻层出不穷 比如今年拉丁裔在UC录取中超过亚裔 加州大学任命了第一位黑人总校长 这些新闻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 所以今天就由Enlighting的Senior Consultant Erika老师 拥有12年大学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 Berkeley认证的大学升学顾问和职业规划老师 来为我们讲一讲UC的最新录取数据解读 以及2020年最佳申请攻略解析 欢迎Erika老师 好,那么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Enlighting's Enlighting's Education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AP Honor私教课程、SAT、ACT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半岛还有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坚信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们会结合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规划教育途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面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那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下面就有请Erika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 谢谢Ali 大家好 我是Erika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我的讲座呢 也是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还是我们每周的教育新闻汇总 接下来呢 我会为大家分析今年2020年秋季最新的UCE录取数据 之后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下UCE今年申请的一些关键的变化 那最后我会为大家分析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局势下面 如何让我们的UCE申请脱颖而出 首先我们本周的这个教育方面的资讯 需要考SAT的同学 需要考SAT的同学注意了 今年秋季的SAT的报名现在已经开启 那今年可以报名的考试日期包括8月8月底这一次 8月29号这一次 然后还有9月底有一次 10月初有一次 11月初有一次和12月初有一次 那么这周呢我们还收到了来自CSU的消息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这个是公立 这个是加州的另外一个公立大学系统 也是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 那么从2023年开始 CSU会要求这个所有的学生要take这个ethnic studies的这门课程 作为他的毕业要求 那么这门课程就是之所以这个要求会出现呢 也是为了响应前段时间由弗洛伊德引发的这个关于social justice的问题 今年秋季呢我们大部分的学校现在已经录取出了通知了 可能就是今年还是会采用这个fully remote的这个形式 那今年秋季的这个线上的课程可能会比春季会稍微好一些 包括这个线上的教学平台 包括老师这边的一个support都会好过春季 但是still对于尤其是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来说 可能还是需要很大一部分家长的支持的 那么最后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息息相关的 是关于Berkeley的新闻 那么我们UC的这个2020年秋季数据出来以后 Berkeley的数据也是出来了 那Berkeley是今年是有史以来 在过去30多年有史以来录取了最diverse的一个student body 那接下来我也会为大家详细的分析 OK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加州系统的学校还是比较熟悉了 那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在整个加州系统下面都有哪些大学 以及他们2020年的一个排名情况 那加州系统下面总共有10个campus 其中一个UCSF是医学院 所以没有算在这个本科的这个campus里面 所以我们学生可以申请的是9个campus 排名第一的是UCLA 排名第二的是Berkeley 然后还有Santa Barbara UC Irvine UCSD UC Davis Santa Cruz Verside 和Merced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2020年的一个排名情况 那总的来说呢 我们会把这几个学校分成三个tier 根据它的一个录取的难度 那排在第一个tier的肯定是Elde和Berkeley 这两个一直以来都是UC最难录取的campus 那第二题次的有Santa Barbara Gervine San Diego 和Davis 这些都是第二题次的 然后最后还有Santa Cruz Riverside 和Merced 那这三个校区来讲相对要好一些 不过Santa Cruz的话也是分专业 像它的这个Compare Science 实际上也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2021年秋季UC的一个录取数据 那首先这张表格上面的这个录取数据 是UCUniversity Verside的一个数据 UC今年总共是收到了 215,162份申请 那么在这么多 这么多名申请人当中 UC总共录取了149,461名学生 将近15万学生了 那么UC今年的申请人 比去年略微的有一点点减少 少了2400多 但是却多录取了12000多名 所以可以想象今年的录取率 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年UC的录取率 看似好像增加了很多 今年UC总录取率达到了69.5% 比去年上升了66.6% 那新生的录取率更是达到了69.2% 比去年上涨了7.9% 将近8% 那我们加州本地学生的录取率也是非常高的 达到了70.5% 比去年有上涨8.7% 将近9% 所以就是看起来今年的UC好像是不是变得更容易申请了 而且学校好像也扩招了很多 但是我们往下面细看就会发现 今年拉丁裔的学生成为了UC整个最大的一个名家 它的这个整个录取的占比 今年拉丁裔的学生占到所有学生里面的36% 那么比去年是多了两个百分点 已经超过亚裔 亚裔今年仍然是录取了35% 是在整个学生录取里面占了35% 所以那西裔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录取的学生群体 那这个到底对我们亚裔的孩子来说 有什么影响呢 或者说有什么启示呢 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 那从今年开始这个录取的情况又会怎么变呢 那接下来我也会为大家仔细深入的来扒一扒 究竟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丙状图 实际上就是UC的整个这么录取的15万 将近15万学生里面其实是分了很多块的 首先这个总的录取人数里面 总的申请者里面包括了新生和转学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是关于新生的录取 那么在这个新生的这个里面 其实又分为了加州本地的新生 以及外州的学生 还有国际学生这三个部分 那么最后在这个新生的本地的新生里面 然后才会涉及到这个族裔的问题 那么其中就有亚裔学生 有非裔学生 有拉丁裔学生 还有白人学生 那么主要是这四大族裔 当然还有American Indian原住民学生 然后还有这个Pacific Islanders 但是因为这些族裔的学生 其实在整个加州系统 每个campus也就是那么几百名 所以基本上就是占比是为零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及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亚裔的申请人 亚裔的申请人 实际上在整个这个大的applican pool里面 实际上是占 其实是占一小部分的 那么这一小部分 实际上我们在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会和其他的来自各个地方 来自各个族裔的这个学生相比的 那不光如此 其实学生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学校会把就是这个申请人 放在他整个学校的这个环境来看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Enlight Teams专门的 对加州所有的公立高中 进行了一个分析和一个排名 那么我们的排名根据 就是排名越前的学校 那么你录取到selective UC的这个几率越大 所以我们按照这样做了一个排名 那么这个是 我们用来评估学生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所以这里也给大家看到 那我们排在前五的都是有哪些学校 OK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说我们的新生录取 那今年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为大家整理了 申请人最多的几个campus 那么UCLA首当其冲 还是最受新生欢迎的campus 申请人最多 那么对于我们加州本地学生来说 UC Irvine是最受欢迎的小区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是San Diego 那么对于我们亚裔来说 当然也是UC Irvine UC Irvine一直以来都是这个 Asian American Students的这个top choice 那有一个玩笑嘛 就是说 UCI stands for University of Chinese Immigrants 可想而知这个 UC Irvine在亚裔学生的这个行动 是非常受欢迎的 但是无论这个第一名被谁拿去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排在前三的始终是这三个campus LA San Diego和 Irvine 这三个campus是申请人数最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录取的情况吧 那今年针对我们本地学生 2020年的录取率来看的话 UC Irvine仍然是录取率最低的学校 申请难度最大 其次是Berkeley 然后是UC Irvine 那么大家仔细看这个表就会发现 实际上今年所有的这个新生的录取率 是比去年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增长的 那当然增幅最大的是 UC Merced UC Riverside 还有UC Santa Cruz 就是针对本地学生的一个录取率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的录取率 那么今年是Berkeley 是最难申请的学校 申请难度最大的校区 而且今年Berkeley 针对国际学生的录取率 甚至是低于去年的 那么其次是UC LA 然后再接下来是Santa Barbara和San Diego 那么国际学生来讲的话 Berkeley和Santa Barbara的这个录取率 是有所下降 那么其他校区来讲的话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涨幅的 那么这样看起来 今年的这个录取形式 好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我们要更仔细的来了解一下 因此呢 我就把我们本地学生的这个新生的录取率 和这个Freshman的总体的录取率 做了一个对比 然后我就发现 实际上除了UC Berkeley和UC Merced之外 其他所有Campus 加州本地学生的这个录取率 都是低于新生的总体录取率的 那么加州其实在2017年5月份的时候 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加州出台了一个政策 好像就是保护我们加州本地的申请学生 那么是规定这个加州Campus 它所有的这个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 两个加起来的总和 要cap在18% 那就是不能超过18% 所以实际上按照这个比例的话 那基本上本地学生和这个外州 国际学生的这个比例应该是28分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个加州本地学生的这个录取率 应该是越来越有优势了 因为这个UC是希望能够吸引到 更多的本地学生 服务更多本地学生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加州本地学生的这个录取率 实际上反而低于平均水平 那么实际上这个政策还有第二半 还有另外一半 就是说这个18%只是针对那些 还没有达到18%的学校来说的 比如说像Merset 比如像Riverside 它本身的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比例 是非常低的 那么针对这样的学校 那你需要cap在18% 但是对于已经超过了18%的学校来说 其实UC并不会要求说 那你要降回到这个18% 那么超过了18%的这些Campus 其实有哪些呢 其中有UCLA 其中有UC2Y 其中有San Diego 然后还包括UC Berkeley 所以刚好是我们加州本地学生最喜欢的几个校区 实际上它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的这个比例 还是是所有校区里面最高的 那么实际上从今年的这个录取比例来看 一般来讲因为涉及到这个一个入学的关系 所以在录取的时候 如果是37K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 那应该是一个对我们本地学生来讲比较有利的一个比例 然而今年实际上其实在录取的时候 UC Irvine它的这个本地学生和其他学生的比例相比来讲 是最低的 基本上快达到55K 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这个录取名额 其实是拿给了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 那当然LA和San Diego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基本上是乘四六开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像录取率看着在涨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里面的这个录取的比例来讲的话 实际上UC也并没有把中心往我们加州本地学生上面转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际学生的情况 不知道这个听众里面有没有国际学生的家庭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国际学生的这个录取率 和加州总体的新生录取率的一个对比 那么蓝色基本上都是低于这个加州新生总体录取率的 红色代表是高于 那么这里看到实际上LA和Berkeley 还是对于其实国际学生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难申请的 那么只有Davis和Irvine是真正的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比较友好 尤其是Davis今年的这国际学生的录取率 比去年上涨了将近18个percent 那么国际学生也不友好 这个加州学生也很紧张 那这个这个录取率都跑到哪去了 实际上这个录取率都跑到外州学生 跑到外州学生那里 那么对于如果你是US out of state students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的录取率是大大的要高于这个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的 像Berkeley和LA基本上达到20以上 那么除了Berkeley和LA之外 其他所有的校区的录取率实际上达到了50%以上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加州整个新生 他和这个外州还有国际学生的这个关系之外 我们再来缩小范围来看一下这个加州本地新生的一个录取情况 那么这个是一个university外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今年西翼学生 是比去年多录取了4000多米 4068米 因此他现在的整个的比例是达到了36% 那么他的录取的涨幅达到了16.5% 我们看到飞翼的这个占比 学生的占比仍然是5%没有变化 但实际上他的录取人数是有比去年增加将近600名学生的 那么因为飞翼本身他的占比比较小 所以他再怎么涨他的占比还是非常小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涨幅的话 就会发现实际上飞翼学生这个录取的涨幅甚至超过了习翼学生 达到了16.8% 那么录取率也是如此 虽然每一个族翼学生的录取率都有所增加 但是我们看到涨幅最大的是西翼学生的录取率涨了10.1% 其次是飞翼学生涨了9.8% 那么涨幅也是接近20% 而亚裔学生和白人学生的这个涨幅是最低的 那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只是一个综合的这个university外的一个数据 那么到底这个人都涨到哪里去了 因此呢我就看了一下每一个校区的数据 然后就发现 果然跟我预期的非常一致 这个大部分的学生 这个飞翼和西翼学生的涨幅 涨到了Merced Riverside和Santa Cruz这三个校区 因为这三个校区本来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录取难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然后我又接着看 会发现其他的五个校区 像Santa Barbara San Diego LA Irvine 和Davis 实际上这几个校区 亚裔的这个录取率是整个族裔里面涨幅最大的 虽然就是它有些涨幅并没有像西翼和飞翼的 那么高 这个就比较奇怪了 就是说 比增磁场就应该是balance out 对吧 那到底这个西翼它增加的这个增加到哪里去了 那当我看到最后这个Berkeley的数据的时候 我发现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Berkeley今年这个西翼的学生的录取率 是比去年涨了6.1% 今年西翼学生的录取率达到了21.2% 那么非学生的录取率也是比去年涨了4% 然后我们看亚裔学生和白人学生相反反而下降了 今年Berkeley的亚裔学生的录取率是低于去年 同样白人学生录取率也是更低了 我们再来看涨幅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西翼学生的这个涨幅 录取率的涨幅达到了40.8% 而这个非议学生的录取涨幅也达到了30%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Prop16都还在投票阶段 难道这个变化就已经开始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Berkeley的这个领导班子 现在Berkeley的校长这位女士叫这个Carol Christ 那么她是2017年开始上任的 那她也是她上任的时候就成为了Berkeley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校长 当然也是年龄年级最大的校长 那么她上任之后在2018年就推出了一个initiative 叫做HSI initiative 那这个HSI是什么呢 HSI stands for Hispanic Serving Institution 那么同样在UCE的这个系统里面 同样是Hispanic Serving Institution的这个学校 还包括下呢 UC Irvine UC Santa Barbara 那么她的要求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学校的这个Hispanic学生的比例 要至少达到25% 并且还有一定比例的first generation和low income students 那你达到这个比例之后 你就可以成为Hispanic Serving Institution 那么我们现在Berkeley西域学生的比例仅仅只有16% 因此呢这个Berkeley呢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就是说她的计划是在2027年要使Berkeley能够达到这个成为HSI的eligibility 那么她在这个2018年出了这个政策之后 那我们看这个领导班子的这个第二位这个Admission Director 这位叫Femi O'Gondell 她呢是于2019年1月份上任的最新的UC Berkeley的Admission Director 那么她这一上任之后 那当然就是通过了各种的这种outreach也好 然后这个spreading awareness 然后包括修改这个evaluation的这个评估的策略也好 那么大张旗鼓的响应这个校长的号召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今年这个2020年秋季 它的业绩就彰显出来了 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西域和非裔的学生的录取率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在整个扩照的这个学生里面 西域整体增长多录取了4000多名 那么基本上有将近四分之一都是来自于UC Berkeley的 所以这也就是说明 为什么最终这个西域的学生总体会超过亚裔 那么UC Berkeley在这里面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好那么今年应该是大概在6月份的时候 UC系统来了最新的这个新任的President Michael Drake 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Prop 16也都还在投票的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也就是这历年来 这个UC它的一个population diversity的一个变化 那么实际上在过去 过去十年间这个亚裔学生的这个增长是非常快的 因为在20多年前这个Prop 206通过以后 加州大学它是不可以通过就是这个race来录取学生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亚裔学生它的增长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情况我想给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组结 那么首先针对加州本地的新生和这个non-resident的情况来讲 虽然说我们看到加州新生今年的这个录取率在提升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它的这个录取比例就会发现 其实UC也并没有把它的录取中心转移到我们本地学生的这个头上来 那么对于Asian American students来说 加州系统在这个diversity的这个路上一路走开 那么从今年开始今后的这个录取情况也是非常的不乐观 尤其是对于想要申请Berkeley的本地学生来讲 那我刚肯定从今年开始一直到2027年 这段时间飞翼和西翼学生的这个录取录取比例一定会继续的往上升 那直到达到25% 所以目前看起来UC它在面对这个diversity和面对这个外州学生 国际学生的这个招生的时候 它采取的是这个一个基本上属于一个扩招的手段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它是不可能无限扩招的 对吧 它总是有它的这个capacity 那么扩招直接带来的影响 要么它就是要继续增加师资 或者是修建这些校舍 但是这里面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你像Berkeley一直在这个考虑扩建宿舍 但是因为Berkeley本身它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小 人也比较多比较窄 所以其实学校在扩建这个宿舍的时候 是有受到一些钉子户的阻力 所以这个校舍也一直是 这个d也一直是还在纠纷当中 那么扩招还有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说学生人越来越多了 那么很明显这个教育体验是不是还能保证 那么如果UC不继续扩招 那么它要再继续保持这个diversity的话 那么可想而知 我相信就是受到影响的一定是压抑学生 所以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UC今年的一个申请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准备 怎么样来做 首先我们可能要看一下 就是UC申请今年的一些关键的变化 针对2020年冬季春季夏季的课程 可以接受pass no pass 这个我相信可能好多同学 因为已经这个spring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有这个pass no pass 那么这个UC是可以接受的 除此之外 从今年开始 今年到明年 2021年秋季和2022年秋季申请的学生 UC是可以接受这个test optional的 比如说你考了可以提交 那么你不考也不会 也不会pull you at a disadvantage 还有一点 针对标划成绩 就是说writing score UC不再考虑writing score 你即使是考SAT或者考ACT 你也不用再考 with SAT with essay的这个考试 或者是ACT with writing的考试 直接前两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个变化 是跟这个申请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这个UC的活动列表 那么今年的这个字符数 也是有再次的变化 那么之前都是160个字符 那去年是增加到了500到500 今年又稍微减少了一些 变成了250到350 最后还有一个细微贴心的小变化 就是你可以除了在申请上 填你的legal name之外 还可以填你的prefer name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UC申请的一些重要事项 首先是针对UC申请的 一个重要的timeline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月1号UC的申请就会开放了 也就是下个星期 UC申请就会开放 开放就意味着 学生可以create你的account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申请里面 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可以填了 但是呢只是不能提交 那10月1号 针对要申请financial aid的学生 这个FAFSA和CalGrant的 这个filing period就开始了 10月1号就可以填 那么从11月1号开始 到11月30号 就是UC application的filing period 也就是说你填好了UC申请之后 最早可以提交的日期是11月1号 最晚需要提交的日期是11月30号 UC只有这一个deadline 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么3月1号开始 UC就会陆续的发发 它的这个录取结果 3月2号是financial aid的application的deadline 如果要申请financial aid的家庭 要在这之前提交 那么UC的这个录取结果 会发放到3月31号结束 也就是整个3月都是UC的录取月 5月1号是新生提交 这个答复的最后期限 然后7月1号是需要send你的final transcript 到学校 7月15号如果学生你有考 AP或者IB 那么这个official test score 需要寄送到学校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UC申请都需要哪些材料呢 首先我们这个UC申请 所有整个九大校区 记住都只用共用一个申请 所以不是每一个campus一个 而是九个校区都用一样的申请 你只需要填这一个申请就可以了 但是每一个campus是要收申请费的 那么针对美国学生 本地学生申请费是70美金 针对国际学生 每个校区的申请费是80美金 好当然我们在就是填写 UC申请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transcript 只不过我们在申请的时候 是不需要把官方成绩单寄送给学校 但是我们需要这个成绩单 来在UC申请里面report 我们上过的课程及成绩 那UC申请的minimum的GPA 对本周学生的要求是3.0 对于外周和国际学生的minimum requirement 是3.4 UC是不需要提交推荐性的 针对标划考试 SATACT刚刚已经说过 今年是optional 但是如果你考了的话 那么你是需要把官方成绩结果 寄送到UC的 你只需要寄送到一个campus就可以了 不用每一个campus都寄 只需要寄到一个campus 那你最后 UC接受这个考试的最后期限 是12月份 也就是如果你今年申请 那么你最晚可以考试的时间 是12月份 UC是不要求提交subject tests的 但是针对有些selective的major UC会recommend的提交 然后我们学生也会take很多AP课程 也是有这个AP课的考试结果 那AP课程的考试结果只需要self report 就可以了 不需要寄送官方成绩单 在申请的时候不需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托付要求 托付要求针对国际学生 托付是一定需要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我是绿卡 或者我在这边读美高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要看你在这边 读了多久的高中 如果说你在申请的时候 在美国高中读书的这个年限不够三年的话 那你也是需要提交托付的 虽然今年这个SAT ACT是optional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托付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是一定需要的 那UC的这个最低的录取分数是80分 但是其实针对像录取难度比较大的学校 这个我们建议的托付成绩是 一定是远远要高于80分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UC申请都有哪些部分 那现在UC改版过后了的申请总共有八个部分 第一个是包括你的个人信息 第二个是让你选校去和专业 第三个是让你体验这个学术历史 接下来还有跟这个scholarship相关的信息 然后就是活动列表 然后接着是填你的标划成绩 最后是personal insight questions 也就是我们UC的文书 那完成了这些所有之后就可以submit了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块 我是用红色标出来 这两块是整个申请里面最重要的两部分 就是活动列表和UC的文书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两部分是可以让你有些自由的发挥空间 然后向学校充分展示你自己的空间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fact 所以我也会重点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活动列表和文书的要求 那活动列表现在整个UC给了你20个可以填up to 20 activities 这样的一个space 那么这个字数限制现在是250加350character每一条活动 那么总共加起来如果你20个space都填满 相当于将近差不多2000字 所以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空间 当然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那么你怎么样把这个空间利用好 来充分的展示你自己 那么所以在整个这个活动列表里面 当然就是你的这个活动描述是最重要的 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也是就是我之前的学生 那么他的一个原稿和最后一个改版的对比 那么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想跟大家说 好多学生他可能在申请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文书比较重要 然后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然后文书弄好了 最后要交了开始填表了 发现怎么还有一个这个活动列表 于是呢他可能就随便填一填赶紧填一填 那这样导致的这个结果就是 一他可能有些重要的活动 甚至都漏掉了 二那么在描述的时候 实际上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会说一些比较重复的信息 还有呢就是会说一些比较平淡的信息 然后表述的不够清晰 或者是没有突出自己的这个个人成就或者领导力 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因此像我们在给学生修改活动列表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会通过14个方面来帮助他们提升 帮助他们来评估 使他们这个活动列表 充分利用好这2000字的这个空间 来向赵生官展示自己 那么这里我也想给大家抛出来两个问题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在整个这个 大学申请的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学生需要完成多少步的工作 或者说整个费时需要多少 我们这里只是说的是针对一个申请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就是针对我们自己学生的一个workflow 这个仅仅是一个phase one 我大概粗略的计算了一下 针对我们自己的学生来讲的话 整个的申请流程下来 整个申请步骤是不少于50步的 一个申请大概的这个工作量是在30到50个小时不等 30个小时这个只是一个minimum 这个30个小时我曾经有学生30个小时完成了 那么这样的学生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就是这个学生非常非常的motivated 然后follow instructions perfect 从来不拖欠 而且就说写作能力各方面也是非常强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概30个小时 但实际上大部分学生是远远多过这个时间的 因为这中间的话可能还涉及到 你是不是能够on top of everything 需要多少的这个push 包括自己的time management这个skill 包括这个写作能力 这些因素都会考虑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workflow 那么从我们每一个学生一来 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这个intake 然后会从他的自身的情况 他的academic的情况 他test score的情况 然后他课外活动的情况 他自身的这个情况了解完了之后 那么还有外部的情况 外部的情况也就是说 他成长了一个家庭的环境 社区的环境 他高中的这个情况 来各方面的进行评估 那么进行了评估之后 我们也会根据学生当时的一个情况 再给他进一步的建议 那么哪怕是针对12年级的学生 其实我们都还是会再给他建议说 你在这个时候 还有可能怎么样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背景 12年级你还可以做些什么 当然我们会建议 学生能够尽早一点的开始 这样的话前面很多东西不至于错过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规划 这个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帮助学生的选校 那我们在选校的过程当中 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步骤在里面 会充分了解学生他的一个learning style 然后也会充分的了解学生 他对大学的一个需求 然后再考虑到学生的preference 这样来帮他整理出来一个college list 那么这个当然college list 给出来了之后 我们还要具体的和学一起再来看 一起再来讨论 那么学校订了之后 才开始就是进入到正式的这个申请的环节 那么在这个申请的环节 是从这个准备材料开始的 那这个材料就很多了 那么这个tangible的材料 就包括你的活动列表啊 包括你的这个简历啊 然后包括你的当然就是你的文书 当然还有你的成绩单 你的这个test scores 那么如果就是要想要申请艺术专业 或者说有艺术背景的学生 那么还涉及到一个作品级的问题 那么申请私立学校的话 那可能还涉及到推荐性的问题 那么这些整个都是我们要 跟学生一起来准备的东西 那准备完了之后 我们才会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提交的环节 那哪怕是在提交了之后 我们也是会再会进一步的 帮助学生根据这个录取的结果 再进一步的调整你的college list 或者说再决定说 是不是还要进一步的再跟学校争取 好 这个也是我们workflow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更详细的一个workflow了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跟学生 做文书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做哪些工作 那么我们会根据文书不同的要求 然后来做不同的这个brainstorm 那么我们在对学生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会从很多方面来对他进行了解 不光是他的这个兴趣爱好 不光是他的这个专业倾向 甚至包括他的这个家庭背景 包括他有没有遇到过挑战 有没有遇到过失败的经历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帮助学生 一起来brainstorm的地方 那么如果在学生需要写这个 为什么要申请这个学校 那我们也是会通过很多的资源 来和学生一起来这个research 那么这完了之后 我们会给学生一个 overall的一个strategic positioning 就是你怎么样来position yourself 对吧 你的这个image是什么 然后再进行具体的文书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UC的这个文书的要求 那么UC的文书题目总共有八个 但是你从这八个里面任选四个就可以了 然后每一个题目是350字 也就总共加起来有1400字 所以我们想一想这里1400字 加上前面这个活动列表的2000字 总共这个3000多字的这样的一个写作 写作材料是UC要求的 那么所有的这个问题 它的这个weight都是equal的 没有说哪个问题比哪个问题更好 那么只有对你来说最适合的题目 没有绝对的来说那个题目更好 那么这个UC的这个文书里面什么最重要呢 其实我们看它的这个UC的文书 叫personal insight questions 非常的self-explanatory 很明显就是你的insight最重要 而且这个insight是要personal的 好这里我也跟大家大概的过一下 UC今年的文书题目 那UC今年的文书题目和去年没有任何的变化 仍然是主要分为leadership creative side your greatest talent or skill 接下来是significant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or educational barrier 接下来是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 然后还有inspiring academic subject 然后还有what have you done to make your community a better place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freestyle 就是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好的谢谢Erica老师的分享 第一个问题 这个UC录取对亚裔学生不是特别利好 那是不是应该多申请外州的大学 那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个人的想法是是的 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个加州 它现在是加州大学的系统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一个是从这个录取的角度来看 另外一个就是说 加州整个以后 它整个大学系统的一个教育体验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能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options打开 那么实际上包括加州本里 还有一些私立学校 甚至包括外州的私立学校 或者说是外州的公立学校 很多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就是说今年的这种情况 其实如果说大家能够大胆的尝试一些 外州的公立或者私立的话 说不定会有这个意向不到的结果 好那下一个问题 这个课外活动对UC录取重要吗 对家人们 我们看到UC的这个活动列表 有2000字的这个空间 那如果我们的活动很少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来 怎么在这个申请表上面来展现呢 而且再加上就是从现在开始 SAT和ACT也改成optional了 甚至两年以后就不看了 那么UC通过什么来评估呢 那么成绩仅仅是一部分 那剩下的这一部分 虽然就是学生的这个活动的质量 活动的深度 以及活动当中的成就 好那下一个问题 这个如果申请UC选的是 Unteclear Major 那对录取会有影响吗 这个Unteclear Major的话 也是要看是哪个学校 哪个校区 以及是你是选的是 什么样的Unteclear 那么大致来说 大部分的Unteclear 都是在这个Letters and Science下面的 那么如果说你是选择这个 这个Letters and Science下面的Unteclear的话 基本上是和其他的专业一样 其实是并不会说Unteclear 对你有什么不利 或者是特别有利的影响 只是我们会建议 学生无论选什么专业 可能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 Unteclear也可以算是一个专业 我为什么要选它 那我的profile 是不是和我要选的 这一个专业match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问题 好的 好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说 在申请UC的时候 12年级的成绩并没有出来 所以12年级的成绩 会对整体UC录取有影响吗 首先UC在看你的成绩的时候 是采用的UCGPA 那UC的GPA 仅仅包括10年级和11年级的成绩 以及10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 中间的那个暑假和11年级之后那个暑假 这个区间的成绩 所以你12年级的成绩 是不会被记录在UC的GPA的 但是UC它在评估的时候 会看你12年级的选课 就是说12年级的成绩 其实在申请的时候 并不需要提交 它只是需要填入12年级选课 对 是的 好的 好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这个recommendation letter的事情 UC如果不要recommendation letter 但是选择它有 那可以提交吗 如果提交是可以加分的吗 不可以提交 没有地方提交 有一个exception 是这个UC Berkeley 那UC Berkeley呢 你是在提交了申请之后 在学校 就是UC Berkeley 他觉得他需要的情况下 他会来联系你 这种情况下 你才可以提交 你是不能自己主动去提交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这个 刚刚你提到的这个250字加350字 是什么意思 可能他没有听到 或者是没有听清楚 这个是针对UC的活动列表来说的 那这个250加350 这个是指的字符 就是一个word里面的 每一个letter就算为一个字符 那么我们就是translate到这个字数 大概相当于整个活动列表 是给你大概2000字的空间 来填你的活动 那每一条活动的这个字符的限制是250字符 加上350字符 那下一个问题 怎么样的SAT成绩算好的 我们下面有些数据 我们要看一下 UC它的这个录取数据 那么就今年来讲的话 UC的这个录取的SAT的区间 其实也是看那个campus 你比如像 像Berkeley 像LA这样的campus 它基本上SAT的这个成绩 大概是1500左右 1500左右 那么稍微 第二题词的像San Diego 像Davis Sinna Barbara 然后还有ERVA 这样的学校的话 我们其实也会建议学生的这个SAT 至少也是要在1450以上 那么其他的三个校区 相对要求低一些 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range 那么而且就是只是说 针对整个这个学校来看的 那么其中如果你要申请 Engineering的这个专业 那要求会更高 好的 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are more important for the application? UC呢 它对这个课外活动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UC认为 any time that you spend outside of school counts as extracurricular 所以anything you do outside of school counts a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所以它是没有一个定规的 不是说我一定要看到学生 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活动 当然了我们也是就是 我们做顾问呢 是根据这些学生的活动 是把这个活动进行了一些分类 但是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分类 你不管你做任何活动 其实最重要 UC希望看到的 首先一个是你在这个活动当中的achievement 第二个是你在这个活动当中的leadership 第三是你对这个活动的commitment 也就是说你到底花了多少 多长时间在这上面 那么最后一个才是这个活动的uniqueness 就你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 那我活动的质量分类 好的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Erica老师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的讲座呢 能够帮助家长更清晰的了解了 今年UC录取的这个走向 然后如果家长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需要进一步咨询的 那欢迎呢 致电或者是email 还有或者是微信 可以扫描我屏幕上我的二维码 然后加我微信 我们每期的讲座呢 会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家长群里面公布 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家长群里面 也可以扫我的微信二维码 我来帮您加进去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